所我權益尊嚴不公回饋分配 所我權益尊嚴不公回饋分配 新鄉郎部落族人在太馬里商工所前 拉起白布條陳情 表達靶場噪音回饋金分配比例不公平 鄉長可以了解 也能夠容忍我們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幾年下來鄰近空軍靶場的新鄉郎部落居民 深受噪音的傷害 但鄉公所以各村同等比例的方式來分配 新鄉郎部落族人不滿 認為深受騎害應該要提高回饋金的比例 族人鄉公所以及靶場所屬的空軍737連隊 遞交陳情書 希望國防部修訂回饋比例 公所他都採用騎頭式的那種方式 在做分配 靶場所在地的鄉蘭村 應該享有一定的優惠跟補助 既然沒有達到我們的要求 所以才會透過這種方式 希望把它回歸到最基本的源頭就是國防部 我們這個回饋金是不是可以直接握到 我們這個江蘭村發展協會的戶頭裡面 讓我們有實質地做到國防部的免疫 塔馬里鄉長表示 分配的比例都是經送到代表會審議 程序都是依法來訂定 在鄉公所現在的分配比例的話 鄉蘭村是24% 他們是希望說可以到45% 我們公所是要跟代表會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的一個分配的比例 國防部依靶場回饋金條例編列 泰馬里鄉800萬元的敦氣木林金 直接受到噪音困擾的鄉蘭村只得到24% 不到200萬 主任在鄉公所表達訴求後 再到台東空軍737連隊陳情 737連隊雲若會將新鄉蘭部落居民的陳情訴求 轉成給國防部 記者李鳳台東泰馬里鄉參謀報導